无心不能成就 有心无解也不能成就 他说的 有解无心 是邪之邪解 有心无解 一定落在无明里头 所以 解跟心分不开 解要用心去证实 那个解是在正解 正的理解 正明本 心 必须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像我们走路一样 我们没有走错方向 到达某一个地方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只管走 也不认识方向 也不晓得目的地 那你到底走到哪里去呢 清亮说得非常好啊 所以父子 讲学 他也有行持 行持了改过 有过 决定要改 过从哪里发现 讲学 讲学当中发现 你要不讲学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的过时 知道自己过时 立刻要痛改前飞啊 我们这一生就得救了 这一生就成功了 永远脱离三界六道 往后到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 那是菩萨成员再来 菩萨生活的空间太大太大了 不是我们这个地球 不是人间啊 虚空法界 随泪化身 你说多自在 真正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把这一次的机会 要抓住 决定要看破世界 世界是假的 明文里啊 无欲六成 是诱惑 决不能上他的当 决不能受他欺骗 落在他那个圈套里面 可怜 一切祝福 虽然慈悲 也救不了你 你是自作自受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要提醒自己 要用真心 去说 智心就是真心的 心真诚到极处 才叫智心 决定相信 过去 过去 映光大师说得很好啊 净土三经 华也也不过 菩萨 游乐在其中啊 那个经济 多殊胜 多美满 我们应当要学习 今天我们的道场 就是映族所说的 这个经济 这个机云 很难得 开金济山江 百千万济南遭日 一点都不讲 特别是居住在新加坡的同修啊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一年当中 一天当中 什么样的生活 最真实的 居思林的 讲堂念佛堂的生活 最真实啊 从外地来参学的同修们 你们在这住一天 住一个星期 住一个月 是你一生当中 最真实的生活 时间虽然不长 成就无比的殊胜 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呢 只要智性行要啊 我讲的就是真话 如果在这个地方 在讲堂 在念佛堂 一面修学 一面还打妄想 那你这个功德 就大打折扣了 这个不能怪人呢 总要怪自己啊 既然进入这个道场 万云方向 过去的事情不想了 昨天的事情也不想了 明天还没到也不要想 只有经时 经触 一心趁念念佛堂 一心意念江堂 江堂跟念佛堂合起来 一佛念佛 大师之菩萨跟我们说的 那个效果啊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现前真的见了佛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你才觉悟到你现前见佛呢 这个人往生了 真的往生了 主要知道 往生就是去做佛去了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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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佛不是假佛啊 所以我跟同学们说过 道场的书生 绝不是人多 讲堂听见的人多 几千人听 几万人听 听完了 一个都没开悟 这个道场不书生 不壮严 念佛堂人多 几百人几千人 为人念佛 一个都没有往生 这谈什么书生 谈什么壮严 念佛堂的书生壮严 看有多少人往生 讲堂的书生壮严 看有几个人开悟 世间人不懂得 人多热闹啊 这个人气很旺啊 人气是很旺 佛气不旺 那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往往有小道场 人数不多 人气不旺 佛气挺旺 那才是佛经祝佛赞叹的书生壮严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弘法 来介绍进土 这些年来 这一边往生的同修很多啊 他们的瑞乡 他们的瑞乡非常稀有 而且非常清醒地告诉我们 他见到佛 见到观音师之 啊 来接引他 走的时候 心不颠倒 啊 不经不布 啊 许多人 不但是欲知识知 而且自己能够选择时间 啊 跟离居士 密切配合 那他配合得那么好 啊 你说一个两个是偶然 啊 跟离居士配合的 我看应当差不多有十个人了 可能有十个以上 这不是偶然的 一两个也是偶然 偶然哪里会有这么多人啊 这些人 给我们做见证的 使我们中下更新的人 在这里坚定于信心 啊 讲堂里面听了 事实上你们看见了 这是佛法教 三转法轮 四转 经典展开是四转 我们讲解 劝导大家是劝转 那些往生是做正转 在这个道场 在这个道场 三轮知足啊 如果你还不相信 那就没有法子了 佛菩萨对你无可奈何了 我们看到如此的殊胜 应当要效仿 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应当生起真正爱好之心 爱好念佛 爱好往生极乐 爱好亲近阿弥陀佛 参加祝上善人聚会的俱乐部 如果啊 我们要成为他们的一员呢 这样的信心 这样的爱好 才叫做智心信耀 果然智心信耀 给诸位说 事出事件一切法 真放下 啊 决定不沾染 我们在世间 跟一切大众相处 确实做到 随意约而不叛约 顺今逆今 善人过人 心 决定是 亲近平等 自在岁月 自在岁月 那么我们现行 境界转过来 转烦成圣 转迷成我 转不过来 这个理道理 四十真相 没有认识透吃 我们常见是一知半解 所以 应该放下的 也放不下 应该提起的 你提不起来 道理啊 就在此地 希望我们要好好的努力 希望我们要好好的努力 善根 根是比喻 像这个大树一样 这个树啊 根深蒂固啊 根深蒂固啊 这个圣是善根的 善有根的 其实 那个善根 善根 从哪里来的 善根还是从 解悟而来的 你没有真正理解 没有真正觉悟 虽有善心 善心没根 善根 漂浮不定 遇到善 你有点善心 遇到我呢 善心就没有了 这个是 没有根 佛家给我们讲 无根无栗 善根 他讲五种 信 尽 涅 定 灰 这五种 都是善心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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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 这个地方 一定要听清楚 我们讲佛教 怕大家误会 这宗教就是佛教 我们讲信圣佛教 信圣佛对我们的教导 所以 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 我们是凡夫 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自己心里想着 就直到那天 说 佛说 全是邪智邪敬 我们承不承认 换一句话说 我們所思所想 全是錯誤的 你要以為你想的沒錯 你看的沒錯 那是什麼呢 你搞六道輪迴沒錯 出不了六道輪迴呀 你是輪迴的思想啊 你是輪迴的心 輪迴的見解 那怎麼行 佛祖教導我們 一定要把自己的這些妄想分別執著 通通放下 隨身佛陀的教會 隨身佛陀教會第一個條件 要相信 對於佛在經上字字句句 肯定相信 絲毫疑惑都沒有 佛教我們做的 要認真 努力把它做到 佛教我們不可以做的 決定不能做 這部《無量壽經》 自始至終 佛講的太多了 特別是 第32頻到第37頻 這一部分的經文 古大德為我們指出內容 就是詳細說明 《無界是善》 落實在我們生活之中 這個裏面說的很多 哪些佛勸我們要做 哪些不可以做 我們把它選擇作為 鏡中朝末的頑固 每一天念這段經文 每一天反省 每一天改過 你就是真修行的 不知道反省 你是迷惑 不知道改過 是大我 知道自己有故事不能改 這是最大的我 我們怎麼會成就 前兩天 從杭州 東天木山來的五位居士 這個裡頭 齊居士帶頭 他給我講 天木山道場恢復的經過 很不容易啊 這個道場已經荒廢了四五十年 沒有人住啊 沒有人住啊 殿堂都倒塌了 他發心 把他恢復起來 四年當中 山上感應不可思議 他是個居士 他是個居士 道場恢復 總希望有出家人 常住在山上修行 用功啊 這是他這個心願 所以 遇到法司 只要是出家人 他是真誠的恭敬 恭敬供養 啊 縱然啊 在規矩上 有些不如法 他先是真誠的 這個太難得了 真誠心供養啊 感動貴神 那確實是 祝佛呼你 龍天上神 擁護啊 這個裏面還有貴神 我聽到他講的這個故事 裡頭有一段說 貴神附在一個人的身上 這貴神也還不錯 山上那些修行人 他不負責人身上 負責貴神負責身上 人這個體力的消耗太大 身體弱的人吃不消啊 所以他找一個年輕 力壯的人負責他身上 這個人其實也認識 但是那天看到他 臉色蒼白 非常難看 一進門來 把屋子裡的人通通趕走 門關起來 說我有話 對你一個人說 你今天怎麼搞的 他說我剛剛從地獄出來的 跟他講天母山的音樂 他說本來你上山 那樣我不同意你來的 結果看到你心很真 很真誠 沒有為自己 你是為佛法 為眾生 我們護你的法 護持你 告訴他 山上那些出家人 你不要帶他太恭敬 那些人都沒有道心 我都會被他趕走 請那出家人果然 一個一個被他趕跑掉 真的是巨頭三尺有生命啊 你這個道場真正修行的道場 你不是真心修行 那你住不住啊 修禪的 修禪的 到這個山上去住 頂多住兩三個月 就要走 少的住三四天 就要下山 大座坐在那裡 鬼神把他推下座位 跌得一身傷痕 這個半夜 兩點三點 青面獠牙的鬼出現了 天天晚上出現 只好捲鋪蓋趕快下山 都是出家人啊 他說在山上念佛的 有不少老太太老阿公在山上念佛 一個個的平安無數 住得非常好 這個道場難得了 護法神在那裡 見獨啊 你是不是真幹呢 真幹擁護你 真得讚嘆擁護 不是真幹 趕你下山 所以我告訴我們同學們 齊修師到這邊來 是佛菩薩派他來 給我們做見證的 警測我們 免利我們 希望我們這個出家同修 將來都到到他那個山上去住一段時期 看看會不會被護法神趕出來 到那邊去考試嘛 考驗考驗 到那邊去考試嘛 考驗考驗 佛在經教裡面告訴我們 世間法之善根 這不是將這個 這個沒有出輪迴 也就是說 生三善道 三善根 無貪無稱無恥 如果我們 連這個三個條件都不具足 那麼換句話說 將來的前途是三惡道啊 那也許同學問 這個三善根的標準是什麽呢 佛給我們定的標準 十善也道 十善無間 是不是真正做到了 我們要常常見的 天天反省 天天改過 果然把這個五戒十善都做到了 跟諸位說 你決定不躲三土 我們對自己有了信心吧 在那裡 在哪一間的發表 你決定哪 在哪一間的發表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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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修们当中 有不少都受过菩萨戒了 受过无界菩萨戒了 要讲到十善 往往就把它看清了 没有在意 殊不知十善是无界的基础 没有十善 你怎么可能有无界 人从哪里学起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印光大师 对于我们现代众生的根性 他太了解了 太明白了 他一生的实心 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你看他教人 从哪里学起 从辽凡思训学起 辽凡思训讲什么 深信因果 辽凡思训是教我们深信因果的过程 教给我们学感应品 感应品是什么 就是十善业道 断卧修行 佛家的十善业道 整个感应品都包括了 所以他是大乘佛法 基础的基础 根本的根本 你说多重要 我们今天想不杀神 真能做到了 我没有杀众生的命 有没有叫众生生烦恼 还有念头 行为 叫一切众生 因我而生烦恼的 这个账啊 算在那个杀身那一条里头啊 更何宽 佛在经上讲的 这个众生是两条命啊 一个生命呢 一个灰命啊 杀害人生命 那个罪 还不算很严重啊 要断众生的灰命 那个问题严重了 我们有意无意之间 是不是常常在造作 不容易啊 注意 如果要把这个失调 里面的内容要搞清楚 那就是一部太上感应篇 汇变 或者诸位呢 就多 沙弥略移增重 那个里面的 说的很详细 内容很丰富 你都要明了 都要清楚 都要记住 你才知道怎样学习啊 佛法 尤其是出家 出家从哪里学起呢 行门 沙弥律移做起啊 在家是十善业道 然后才是三规五戒 我们在这上没有下功夫 没有扎持坚定的基础 所以我们修行功夫不得了 所以我们修行功夫不得了 原因在词题 我们今天在词题讲 所有善根 我们想想 我们哪来的善根 至先没有 善根也没有 看到别人念佛法神 我们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 搞了这么多年 消息都没有 还能不觉悟吗 还能不回头吗 经教里面 这么长的时间 这些道理 因素 我们都能够理解 都能够想象得到啊 跟自己齐心动力 一切造作核对一下 就发现 我们的过失究竟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 我们具足几条 无戒是戒 这不说多了 我们真正能够受持的 又有几条 天天还在求佛菩萨保佑 求护法善神拥护 哪有这个道理啊 我们很清楚啊 能得 祝佛护念 龙天善神保佑 那是兴行相应 才办得到啊 不要说佛菩萨 护法神 就刚才讲的 念鬼神 他对于善人 他都尊敬 对于卧人 他的忆气 这一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要不真正回头 真正忏悔 这一生太可惜了 你这一生空过了 佛在经上讲 得人身闻佛法 谈何容易 人身一时而难得 佛法更是不容易遇到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有这么殊胜的缘分 机会 懂得珍惜的人 这个人在这一生成就了 不懂得珍惜的人 空过了 虽然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的法门 关键 关键 就在智心 跟善根 而释迦牟尼佛 在观无量寿经 对韦提西夫人的真实教诲 我们绝定不能忘记 时时刻刻放在心上 一教奉行 敬业三福 三世祝福敬业真因 也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成就究竟的佛果 你的基础都是这个 三条 是一句四十四个字 你要是不具足这个条件 无论修学什么法门 都不会成就 事发的善根 你得人天果报 不会堕三我道 地府四句十二个字 你要真正去做道 孝养奉 奉死死掌 慈心不傻 修十三意 我们想想我们做到没有 这个就是六道里面的善法 所以想起来很难啊 如果六道里面三三道 我们都没有把握拿到 要想出三界 要想往生 没了会死的 决定不可能的 这是如来真实教会 佛说得这么清楚 说得这么明白 我们将来堕落 决定不能怪佛 只能怪自己 疏忽太大意了 把佛的教会当作耳边疯 没有时时刻刻去想的 没有认真去做道 所以才堕落 堕落的样子 给诸位说 就在现前就看到了 我们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像不像个人嘛 仔细看看 是人像还是鬼像 人像是什么呢 无界实善都做到 是人像 无界实善没做到 贪明 贪色 贪力 贪是鬼相啊 嗔恨嫉妒 地狱相啊 于是 你邪阵 是非善我厉害都搞不清楚 除身相啊 每一天照镜子 有没有发现呢 镜子里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修行这段事情 说难 真难 说易也很容易 难以都在自己一列 克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 不难啊 随身自己烦恼习气 那就太难太难 祝福 我们供养佛的 场所 叫大雄宝殿 大雄是什么意思 平常人做不到 他能做到 这是大英雄啊 平常人做不到的是什么呢 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佛能做到 他能把烦恼习气克服了 所以他叫大英雄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如果能把烦恼习气克服住 我们也是大雄啊 真正的英雄豪杰 这佛家讲的英雄豪杰 是从断烦恼上说的 断习气上说的 同样一个名词 佛讲的很深 很广 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从世间上 定定这个基础 我们在学佛 佛是除世间的大善 从哪里学起呢 三规五界 受持三规 居足众界 不凡威仪 我们想想 我们有没有做到 这是入佛门的初步啊 上学一样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我们想想 有没有做到 三规 归 回归 回头 意识依靠 归 归佛 这个意思 从迷惑颠倒回头 以自信觉 就叫归 我们从早到晚 我们从早到晚 是不是这样修学 有没有入这个经济 归 正知正见 归一方 就是从 斜知斜见 回过头来 以正知正见 这是我常常 劝勉勉同学们 要把自己的妄想执着 沉浸 通通方向 以佛的教导 这是归一法了 三 六根 清净 一尘不然 是教我们 从一切 染污 回过头来 以亲尽心 这叫三 三 归一 所以 真正 回过头来的人 他的生活 是 决震 尽的生活 跟凡夫不一样 凡夫的生活 是 迷 邪 然 我们想想 我们今天 过的什么生活 依旧是 迷些人 就要紧着了 我们学佛 学错了 不是佛错了 我自己错了 佛教的没错 我没有异教奉行 如何 永托 密些人 取决真经 那就是师尊 四十九年 一代诗教 佛就是教我们 这段事情 佛教的方法 巧妙极了 方法也太多太多了 我们只要学会一两样 一生 受用不尽了 可惜的是 我们总是 随顺烦恼 很想随顺佛的教会 偏偏做不到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认真 去反省 去反省 去间谍 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这个就是会学佛的人 真用功的人 把这个因素找出来之后 这个因素消除 我们随顺烦恼 我们随顺烦就没有了 世间人 这古人讲 最容易犯的过失 就是妄语 欺骗人 有意无意 已经养成习惯了 能不能从这里回过头来 真诚心 出事待人求 没有一丝毫的 欺狂别人的念头 当然 更没有欺狂别人的行为 宋朝 大如司马光 那也是学佛 很有成就的人 这在家居士 他在晚年的时候 把他自己住的房子 捐献出来 做私钥 他告诉人 他一生 最得力的功夫 就是不忘语 那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欺骗人 常常打妄语 常常骗人 骗人回头之后 要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去骗他 把原因找到吗 从这个地方改过 真改呀 骗人们 总有个道理在嘛 什么道理 为了自己的利益 保护自己的利益 其实 自己利益 不需要保护 为什么 丢不掉的 你要详尽方法 就保护 越保护 那个圈子越小 你的利益就小了 又怕跑掉 再捆钱一点 又小 越保护越小 到最后呢 自己利益没有了 落空了 要想自己真正的 互持自己的利益 要放大 越大利益越大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想要财富 财富从哪里 布施来的呀 在这个地方 你们很明显的看到啊 居士林天天修大布施 所以居士林的财源 滚滚而来啊 像长江的水一样啊 拦都拦不住啊 什么原因 布施得来的过往 他要是很小气 人家来吃一餐饭看看 有没有捐一点功德 那他的菜就没有了 他这个每一天供斋 就供不成了 他是欢喜不识 每个人来吃都欢喜 不管你信不信服 你骂佛无辱佛 恨佛来吃饭都笑脸相迎 所以他才会兴旺啊 事法佛法 一个道理 所以你要想得财富 尽管布施 愈施愈多 毫不吝啬 你就富家天下了 这是佛教给我 你要想得聪明智慧 修法不识 喜欢为人也顺 你的智慧啊 你要想得健康长寿 喜欢改革 喜欢改革 喜欢忏悔 所以什么样的果报 它有什么样的业因 因与果一定相应 众善因一定得善果 绝对没有说众善 善这个悟因会得善果的 没这回事情 善因得悟果的 也没有这个事情 英国决定是相应的 这个呢 也要智慧行仰 才能办得到 佛子的话 从经上看到 佛这样的教诲 自己呀 半信半信 又想做又不敢做 这个样子 古报不能说没有 不明显 不显著 所以 一定是如理如法的修训 不识 决定不求果报 果报自己就来了 不识不是贪图果报的 贪图果报的 这个心不善的 就有许多人 在佛门里修福 听说什么呢 佛门修福 得福最快 而且最大 一本万利 血液得万报 大家都到佛门捐钱 捐了之后 自己也没发财 也没升官 这个钱财白白地 丢到水里去了 那是什么 不善的心 去修一点善事 所以不能说他没有果报 果报很小 微不足道 大的果报 信念大 修善 绝不求果报 果报特别来得大 也特别来得快 这奇怪了 其实这里头有大道理 我们一般凡夫愚痴 参不透 这里有大道理 所以深入金藏之后 渐渐你就明白了 明白之后 你信心就坚定 依照佛的教诲去做 愈做愈自在 愈做愈幸福 愈做愈美满 佛在经上所讲的 我们把它证明了 兑现了 完全落实 在自己生活当中 使自己生活 跟佛的教会融成一片 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 不再过六道轮回的苦日子 天前的生活 无论是富裕或者是贫贫 你都会过得非常自在 非常幸福 你不生烦恼了 生活的需求 你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自在 我们佛法里面有吃午的 有日中一时的 生活需求量越来越少 前天我们应回教协会的邀请 跟他们有个聚会 回教里头有一位大德 他告诉我 他今年七十五岁 他也届时啊 身体非常健康 他告诉我 他中午不吃饭 早晨吃一点点 晚上吃一点点 我们佛家是中午 中午吃饭 他早晨吃一点 晚上吃一点 他中午不吃东西 身体好啊 他欠得我非常欢喜 所以物质生活越少 越自在 没有负担 没有累赘 多余的 供养那些缺乏的人 哪些人缺乏 哪些人需要 帮助他们啊 帮助人 随缘 随分 非常自在 不比你有多的东西 天天拿到外头 谁要谁要 那也是叛缘的 那很累人啊 这佛法告诉我 总在一个语言字 你能把语言这个字解开了 误入了 你就会很自在 真正是祖师大德们所讲的 一生当中如理如法 我说的一生当中如释 你能把词为